东京江湖区有一家叫Komo Labi的咖啡馆 咖啡馆不大,但布置得很用心 是玉田川河畔一处不错的休息场所 320年前也曾有一群人在这里休息 不过他们手里没有端着咖啡 而是抱着一颗人头 休息过后他们将要启程 奔赴他们人生的终点 1701年3月14日清晨 江湖城一片祥和 天皇的特使正在殿上之间休息 一会儿他们将前往白书院 接受牧府将军德川纲级的奉达 途中会经过一条会有海边苍松的长廊 也被称作松之廊下 此时牧府高家姬梁一央 正在松之廊下摆不了来 姬梁市是史厅牧府时代崛起的老牌贵族 以价格非常高,实力非常差而铸成 经过多年成功的失败探索 终于沦落为4200担的旗本 和田山市大有事一起 成为负责江湖幕府礼仪指导的高家干奸 也被称为三高 这次天皇特使的接待活动 就是由姬梁一央负责指导 赤随番番主前野长聚负责实施 不知他俩产生了什么样的思想碰撞 反正前野长聚感觉 仅仅是思想上的碰撞是绝对不够了 必须在肉体上也碰撞起来 于是他在松之廊下正反两刀 十分残暴地将脊梁一央砍成了皮外伤 伤害如此之低 并不是脊梁一央的防御有多好 而是幕府为了将军的安全 可以将五家礼服设计得非常不适合 刺杀这项刺激的运动 比如这个裤腿的长度 姬梁一央虽然是受伤的一方 不过他依然可能受到责罚 江湖时代初期为避免武士私斗 幕府规定私斗双方无论对错 均同等出罚 被称作喧哗两成败 不过姬梁一央表示 自己完全是在静音状态下被砍两刀 随即倒地 绝无争吵和护殴 不属于武士私斗 但也有大臣提出 前野长距八刀伤人 说明二人必有恩怨 应按武士私斗处理 幕府将军德川刚吉 是个不怒自威的人 身高大概在一米二四左右 他对前野长距的印象并不好 21年前 在祭奠德川家刚的法事上 鸟语藩主内藤忠胜 一刀砍死了弓筋藩主 拥井上长 这个凶残的内井忠胜 恰巧是前野长距的舅舅 15年前 在自己接见大明的典礼上 青野藩主刀业正修 一刀砍死了大佬枯田正军 这个凶残的刀业正修 恰巧是前野长距的远方表哥 如今江湖城第三次 出现了殿上伤人事件 这次的法外匡徒 恰巧是前野长距本人 德川刚吉越想越气 做出裁决 此事不适用喧哗两成败 吉良易殃无罪 前野长距驱死 前野长距跌上伤人后 他的弟弟前野长广 立刻从现场赶回赤岁藩 在江湖的宅邸 向嫂子阿九里报信 幕府的两名幕府 也随机赶来监尸 下午两点 前野家首辟家臣 从江湖赶往赤岁城送心 下午四点 前野家派家臣 赶往前野长距的关押处 衣冠帆田村市宅地 做收尸准备 晚上七点 前野长距切副 并留下了语言不详的遗书 原文如下 这件事 本想在事前 让大家知道原委 但今天的行为 实在情非得已 想必大家 一定不知道原委吧 这封遗书 完美的诠释了 什么叫听君一席话 圣寺一席话 家臣将前野长距安葬在全岳寺 并离世将取 机梁易央的首级 前来祭拜祖军 晚上十点 前野长距的七室阿九里 在宅邸落发为泥 发号 姚全苑 事发第二天 幕府处分下达 赤岁藩接班人 前野长广 不得离开住所 赤岁藩改义 当天 有闲杂人等 在前野宅邸聚集 准备截略 被前野长距的表哥 大元藩主 护田市定的藩兵驱散 随后 前野市宗家 广岛藩的藩兵 也赶到现场 事发第三天 前野宅邸被幕府没收 前野家在江户的藩市 决定为主军完成遗愿 干掉脊梁一样 其中 主张直接杀入脊梁宅邸的 入室突袭派 和主张趁其外出下手的 户外刺杀派 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户外刺杀派争论 失败被赶出江户 值得赶往赤岁城求援 结果发现赤岁城 比江户还要乱 3月19日 赤岁城收到第一封击报 主军垫上砍人的消息 让所有人呆若目击 当晚 收到第二封击报 主军切腹 随后 吉良一样未受处罚 和赤岁藩改议的消息 陆续传来 3月27日 赤岁藩家老大师梁雄 组织藩氏开会 会上 主张龙城战斗的强硬派 和主张和平开城的温和派 以及主张 集体切腹的自杀派 产生了激烈的争吵 江户的户外刺杀派 此时抵达赤岁城 在和集体自杀派 短暂接触后 户外刺杀派 迅速返回了江户 他们刚走 江户的入室突袭派 又抵达了赤岁城 他们找到大师梁雄 强烈要求龙城战斗 导致温和派代表大野之防 感觉城内气氛 十分不温和 偷偷逃离了赤岁城 赤岁城的另一位家臣 秋元兵柱 比较让大师梁雄胜心 他没有加入任何派别 只是默默地进行着商业运作 将自家的两门大炮 偷偷卖给了幕府的接收部队 结果不出意外地引发了众怒 多亏大师梁雄为其开拓 卖大炮的秋元家 才保住了性命 在大师梁雄焦头烂额地处理 藩内事务的同时 邻居岗山藩 已在幕府的要求下 派兵对赤岁藩进行了警戒 高松藩的船队 也开始在赤岁藩沿海游异 此外 前野市宗家广岛藩 要求大师梁雄立刻开城 以免给前野家族带来更大的祸患 最终大师梁雄找到幕府接收官员 荒木正宇 表明虽然赤岁藩民风彪悍 虽然大家希望处罚几粮一样大人 但如果主君的弟弟 前野长广能够继承本番 这些事情都一定可以圆满解决 在荒木正宇答应戴维禀告后 赤岁藩开城 五月赤岁藩交接完毕 三百多名藩士成为浪人 大部分人从此各奔前程相望于江湖 但也有百余名藩士在大师梁雄的组织下立下盟约 邀为赤岁藩讨一个说法 这群人后来被称为赤岁藩士 六月大师梁雄离开赤岁城前往山科 并再也没能回来 此时距离赤岁藩士的终点 还有一年零八个月 八月脊梁一央被迫搬家 原本他住在如今的东京安曼酒店附近 属于江湖城下的高端小区 由于他的邻居富田藩主风须贺隆重 担心赤岁浪士寻仇时连累自家 暗中向幕府投诉 导致吉良一央被迫搬到了相对偏僻的本宿 安保水平大幅下降 此时江湖的入室突袭派和户外刺杀派 已重新整合为江湖激进派 吉良一央搬迁的消息 不出意外的挑逗起了江湖激进派的欲望 他们写信给大师梁雄表示必须立刻出手 不要再管什么幕府对前野长广的处置了 如不处置吉良一样 前野长广大人即便祸风百万弹又有何掩灭 大师梁雄赶忙派袁元臣等三人前去规劝 袁元臣等人不如使命 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规劝 成功地被江湖激进派说服 加入了对方团队 大师梁雄十分惊讶 值得又派出晋腾郡氏等二人前去规劝 这次规劝更加成功 江湖激进派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两人 大师梁雄指得亲自赶往江湖 与江湖激进派展开了激烈的交流 史称江湖会议 最终双方约定 来年三月的主军祭日为处罚吉良一央的最后期限 返回山科后 大师梁雄为了不引起吉良家的警觉 决定韬光养晦 他不顾个人安危 天天跑到风月场所去糟蹋自己 不仅迷惑了吉良家 也成功迷惑了自己的亲友 大家纷纷劝告 要他注意影响 注意素质 也要注意身体 大师梁雄虚心接受了大家的意见 再也不踏足风月场所 而是静下心来 包养了一名十八岁的姑娘作为小妾 过起了修身养性的日子 也不知是不是受到大师梁雄的启发 赤岁帆浪师乔本公知 也和一名风尘女子混在了一起 不过他并没有大师梁雄那样的定力 这两个同时天涯沦落的年轻人 很快产生了爱情 并最终殉情 行动尚未开始 赤岁帆的一名浪师 已经牺牲在了爱情的道路上 此时距离他们的终点 还有一年零两个月 年底 在舆论的压力下 吉良易央辞去了高家职务 将家都让给了养子吉良一周 这反而让江湖激进派十分焦虑 他们担心 吉良易央赴贤后 会投奔儿子上山岗县 吉良易央的儿子上山岗县 继承了上山式的家业 虽然上山迁信的家业 传到上山刚信这儿 只剩下了十五万弹 但进攻四千两百弹的吉良式宅邸 和进攻十五万弹的 上山式宅邸的难度 肯定是不一样的 不过大师梁雄 依然在等待 前野长广的处置决定 双方争执不下 恰好在这时 出现了一个小意外 赤岁帆浪市 兼野仲石和高田自政 都被家人逼着 去侍奉新的主家 兼野仲石 无法忤逆父亲 又不愿背弃盟约 最终自禁 而高田自政 则在养父的逼迫下 投靠了新主家 由于自禁的兼野仲石 听命于大师梁雄 而脱盟的高田自政 是江湖激进派的代表人物 江湖激进派 颜面尽失 大师梁雄趁热打铁 召开了山科会议 确定继续等待 前野长广的处置结果 计量一样的是 等到主军第二年计日时 再做打算 6月底 江湖激进派实在等不下去了 准备单独行动 下在此时 幕府宣布了 对前野长广的处置 终身软禁 广倒翻 本番复兴的希望彻底破灭 大师梁雄在失望之余 联系江湖激进派召开了圆山会议 宣布行动正式启动 赤隧藩家老哭不禁玩激动地表示 我已年近八旬 一直担心等不到这一天 请赶快杀入脊梁宅地 不过大师梁雄没有马上行动 他派人逐一告知 当年在赤隧藩宣誓的藩誓 本番复兴已然无望 不必执着于当初的誓言 此时退出并无不妥 实称学书返还 多数人就此退出 余下的50多人成为赤隧事件的最终成员 九月 大师梁雄离开了山科 那些山科的风月往事化作了过眼云烟 此时他们距离终点还有五个月 虽然计量一样 十分激紧地加强了住所的保密工作 但住所的前任主人宋平信望成为了突破口 宋平信望的一个家臣的外甥 是赤隧郎氏大使信倾 而宋平信望邻居本多长元的一个家臣的姐夫 是赤隧郎氏哭不尽完 因此赤隧郎氏们很快就开始围着 几张窄底的平面图紧张地部署战术了 也许是气氛过于紧张 又有几位成员临阵脱逃 其中小山田中左卫门的脱逃 可以说是与众不同 小山田中左卫门是个贪恋女色的性情中人 为了风月事业 她甚至连饭都吃不起了 多亏了好友片刚高房的接济才得以坚持 小山田觉得自己应该知恩土报复 于是她偷偷潜入了恩人片刚高房家中 偷走了片刚的钱财和衣物后不知所踪 令大家十分无语 十二月江户连日大雪 十四日雪停了 这一天是赤隧郎氏的行动之日 如果仿照古龙小说的描述 十二月十四日长夜长街 四十七个黑衣人踏雪而行 他们去杀一个人 一个必须死的人 然后他们也会死 这样事情才能结束 才能给另一个死去的人一个交代 四十七人分为两队 前门队二十四人 后门队二十三人 又按功能分为进屋搜索组 院内搜索组和恐吓赌门组 其中两个搜索组为核心战斗单位 组员大多战斗经验丰富 负责捕杀脊梁一样 恐吓赌门组基本为老年人或文职人员 负责虚张盛事 力求让常无内近百名脊梁家战斗人员 不敢贸然出战 这样的分工也是无奈之举 团队中的确有好几个老年人 放强禁院时 五十六岁的激进派 袁元臣十分激进 还没战斗就扭伤了脚 而年仅七十七岁的酷布金丸 则是被人抱着 从墙头送下 搜索组杀入脊梁一样的卧室 但空无一人 被子仍有余温 经过一小时的厮杀和努力 仍未发现脊梁一样 大伙非常焦急 所有人投入搜索 终于在厨房旁的小柴屋 发现了隐藏的两人 将他们看到后 并没有发现脊梁一样 此时柴屋杂物后传来响动 兼十次郎一枪 将躲藏在里面的白衣男子刺倒 武林为妻随后将其斩杀 经辨认死者为目标人物脊梁一样 大师梁兄等人 割下其手计完成行动 行动中 鸡梁家十五人战死 二十三人负伤 赤随浪士仅两人负伤 大师梁兄率众 离开鸡梁宅邸 前往全越寺祭奠驻军 途中 大师梁兄让没有翻试身份的族清 祖板信行李队 祖板信行也成为团队中 唯一的幸存者 其余四十六人 在夙愿完成后被幕府带走关押 十岁浪士被关押在四位大明家中 有的大明认为他们是忠义之士 会被赦免 准备收他们为家臣 连他们赦免后的服装和武器都准备好了 有的大明则认为他们会被流放 并为他们准备了流放孤岛的生活用品 也有的大明认为他们是不法之徒 会被处死 并为他们联系好了切副时的借错人 面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幕府将军得传刚及 决定找个有智慧的人商量一下 这个人就是皇室出身的高僧 公变法亲王 公变法亲王刚刚发表了一篇 歌颂吃碎浪士的文章 因此大家都以为吃碎浪士会被赦免 没想到公变法亲王认为吃碎浪士人数众多 未来丹面有人误入歧途 到时吃碎浪士的高大形象将会毁于一旦 因此建议切副 1703年2月4日 46名吃碎浪士切副 与主君前也长聚同葬于全岳寺 不过这次幕府终于想起了宣华两长白 吉良家被改议 吉良一阳的阳子兼孙子 吉良一周被流放高道犯 三年后吉良一周病逝 德年21岁 三合吉良事断绝 1709年 幕府将军德传刚吉去世 千野长广被赦免 吃碎藩千野家终于得以家命复兴 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 1986年 千野长龙的孙子千野长乐 无后而终 吃碎前野家断绝 孔姆莱比咖啡馆南侧50米 是吃碎浪士的休息处 320年前 行动成功的他们 曾坐在这里进行最后的修正 准备前往全岳寺 那里是他们主君的终点 也是他们所有人的终点 有人说人心不顾 但也许每个时代都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不是什么大人物 也没有什么出众的才能 他们如此平凡 也如此天真 如此愚蠢 也许每个时代 也许每个时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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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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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祭祀大石梁雄的大石神社等景点 大石神社两旁列有47浪式的石像 此外赤岁城的春莺也是远近文明的美景之一 当年的那些赤岁浪式也和赤岁城的樱花一样 虽然随风飘散 毕竟曾经绽放 最终陨落尘埃 关于日本战国的其他故事 我们下次再聊